好 另外则是民众好焦急 缺氮危机持续延烧 这几天连花莲也在传出 氮变得不太好买 实地走访花莲的市场跟超市 虽然还是可以买得到鸡蛋 但是来看看这价格却是涨很大 像是食乳庄的洗选氮 一盒从原本的50元涨到59元了 早餐店的业者也说 现在想要叫氮 一箱都多涨了300元左右 对此农业初表示 目前花莲只有从西部运过来 比较便宜的平式蛋 价格有受到影响 但来自本地产的放物蛋 还是有正常的供应 全台闹蛋黄 现在花莲也传出蛋变得不好买 实地走访市场 虽然民众都还是买得到蛋 但店家表示 最近的进货量实在是不太够 每天只能够配两箱 那两箱到这边来之后 大概多久就可以买完 半小时 来到花莲的农会超市 架上也还有零星库存 不过一样受到缺蛋影响 价格是直指涨 光是石入庄的洗选蛋 以前一盒约50块钱 但这两天已经涨到59块一盒 从一月中学 开始就一直缺蛋 像这个蛋 蛋上进来大概有一天没一天 而用蛋量最大的早餐店 虽然和固定厂商配合 进货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涨价一样很有感 涨了300块一箱 两本650 现在涨到950 对此农业处表示 花莲的蛋元可大直分成 花莲自产的放木蛋 还有从西部进货 比较便宜的平式蛋 目前只有平式蛋 出现供应不足 市场上还是可以买到蛋 不会到完全没有蛋的部分 只是说在平式蛋的部分 可能会数量上 大家会觉得比较那么不足 但是放木蛋的部分 大家还是可以放心 可以买得到 喊话要民众放心 目前花莲不会买不到蛋 只希望平式蛋的供应 也能早日回稳 让缺氮危机尽快落幕 记者陈浅也欢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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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